以前听从应光祖师 广庆老和尚等都劝人持念 纳摩阿弥陀佛 本也想立定志向不换题目 就学老太婆们专持这一声佛号到底 但最近又听闻其他法师说 六字大明咒 纳摩观世音菩萨 那么地藏王菩萨种种功德利益 谁使弟子心起无名 无从遵循 虽也曾经听其他法师说到 持哪一种都一样 只要有缘就好 弟子先认为只要利益大 是这个能四半功倍的 埋头一路念下去 终有感应道教时 故情发思慈悲 弟子已如何对之 你的业障很重 重在什么地方呢 建议思亲 听一个人跟一个人学 听两个人又想跟那个人学 天天在换题目 恐怕到老都一四五成 总想找一个快的方法 有效的方法 你已经找到了 你不相信什么法子吗 祝福如来度数 念阿弥陀佛功德低了 我们在 我们在 慈营灌顶法寺 这是乾隆年间 我们佛门一位大德 他的著作非常多 大概有四十多种 都收在日本去藏经里头 了不起的一位大德 他曾经说过 这个话在 《观无量寿经》 苏朝里头 那是他做的 他在里面讲过这么一句话 你所犯的罪业集中 所有金灿 这个忏悔 都忏不了的业 没有办法 什么都设了笑了 最后有一样东西 可以把它残掉 什么东西 一句阿弥陀佛 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力量 超过所有一切的金灿佛事 你看你遇到了 阴光法寺广庆老皇上 不是交给你了吗 你不相信 在这边你业障深重啊 你还要改念其他的 念阿弥陀佛 怕得罪观世音菩萨 怕得罪地藏王菩萨 其实观音菩萨地藏菩萨 都念阿弥陀佛 你不晓得这个道理 所以一定要有信心 不能够随便听别人的话 随便听人家话 你一定就错了 这个也就是 没有遇到好老师 那我们过去遇到的老师 你看跟老师同一个条件 就是不可以听别人话 我到台中去见李老师 想做他的学生 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只可以听我讲经说法 任何 这是法师大德在家居士讲经 一律不准听 同一条 第二条 从今之后 看的书 不管是佛书 是世间书 都要得他同意 还要不同意 不可以看 你们能遇到过这种老师吗 所以看起来老师 好像很跋扈 其实有大道理在 你跟这一个人学 又听别人 人家怎么教你 这个叫私承 能不能成就 你自己要倍分之倍地服从 老师对你负完全责任 你要不听话 去乱听乱学 老师不负责任 这个是私生之道 现在社会上也看不到了 现在讲民主自由开放 谁也不能干涉谁 那就是个人听命所转